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讓水花張開 很坎 我是個牙醫 從事牙醫工作已經三十多年 我一直有個理想 就是能夠打造出一個小小的 可愛的 能夠為我們生活帶來更便利的東西 人一夢想而偉大 到底李大哥的夢想是什麼呢 說出來會讓人驚訝 因為這跟他的職業完全沒有關係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模型 我玩遙控車遙控船 所以我一直想打造 一個看起來像玩具 可是又有實際功能的迷你小車 老闆 應該停了一關 你會覺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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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子弟老闆 都很喜歡切腳 極小的材料 所以我就想說 照顧 照顧 我就盡量去車來買 我為了做這台車子 全台灣找遍了 大概兩百多家的材料店 但是車的造型是必須圓斧的 最後我發現木材是最適合的 因為它可以彎折 然後又很好施工 所以木材可能是 可以這樣秘密 這個幫助可能最大 我會把我的工作室 設在診所裡面 就是為了方便 工作之餘 我可以打造我的小車 我是有別於一般的汽車設計 他們重視性能 速度感 那我的車子是重視外觀 小小可愛 又好停車 這台就是我最新的作品 除了維持 以前迷你電動車 除了小小可愛的外型以外 增加了一些功能 就是車子的散熱裝置 我利用噴水冷卻的整台車子 因為我們電動車不適合裝冷氣 可以用水來冷卻 第二個就是它的通氣孔 前面有個通氣孔 側面兩個通氣孔 可以引導很多的氣流進來 屋頂是要使用透明的 可以看到紅綠燈 或窗外的景觀 或下椅的樣子 還有前面的防撞桿 也是新設的 車兩邊都有可以使用 家用充電器的開關 或手機充電也可以 從車子中可以使用 像一個真正的行動電源 能追逐夢想很幸福 當然實踐過程也需要投注許多努力 看完這台正在打造中的小車 接下來要看的車 聽說是李大哥的鴨香寶 每次開上路 總會吸引大家的目光 這台車子是我一年前的作品 目前是我最滿意的一台 它的特色就是全身是圓弧造型 就是有接近小汽車的外型 很多人在路上看到 都不以為是小汽車 會攔下來拍照 它的特別地方就是像散光玻璃 就是一個壓克力椅子的椅背 把它反過來就可以當玻璃 它的雨刷是有噴水裝置 就仿是真正的小車 它的大燈的罩子就是排油煙機 廚房用的那個罩子 它的方向燈就是靈力設備那個靈力頭做的 全身有大概100粒的LED燈 晚上亮起來效果像個燈籠一樣 開關就有30幾個開關 這台目前走到路上是很多眾人吸睛 它會很注意 然後大家都笑嘻嘻的 我看到大家都是笑容 我自己心裡也很快樂 第一眼看到這台車是很可愛又很好玩 我很想買一台車子 這種的車出來給我那個孫子玩 它在家裡又很好玩 出來公園更好玩 我覺得它好像一台玩具車 又好像一台進階版的電動車 因為我自己是機車主 那我想說哪一天可以上路的話 也可以開它去上班 就不用怕下雨 然後剛剛我兒子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問我說這個是不是玩具車 他也很好奇 一直想要來這邊看這一台車 台灣地載人稠 開車很方便 但是停車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這設計的迷你車 空間很小 停車是絕無問題的 像摩托車也是很好停車 可是它無法遮風避雨 所以我們是綜合台灣的特殊環境 應該也可以發展一種很迷你的小車 又環保又節能 那我的理想當然能夠設計 一間國東的迷小屋 問題是可以用腳踩的 用腳踩的話就不用任何汽油 就是百分之百環保 當然開在路上 偶爾會碰到一些警察 他因為沒有看過我 他就會過來關心一下 然後他大部分都是友善的態度 例如說這個車子最好不要在路上開 這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交通法規 目前規範這種車子只是 輕人代步的工具 它可以啟造輕人在輕人道上行走 但是卻不適合在道路上沖行 這是稍微遺憾的地方 雖然台灣的交通規則 對於這種小車沒有明確規範 但是看到李大哥滿意的笑容 就知道他從打造小車的過程中 所得到的滿足感一定非常的大 從摸索到實際做出成品 他打造的不只是一台車 這更是一個偉大的夢想 我的理想就是能夠創造 只有創意又迷你又環保 這是我一輩子努力的目標 我還會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我已經爭吵了 我是得滿足感 是結束 一堂 另一部門 我可以了解 有任何 Controller